最后呢我们来补充一节啊 这节的内容呢跟小游戏有关系 但是跟云开发的关系不大 因为最近总有同学问我 说老师我写了一个小游戏 代码总是超过四招 而小游戏的要求是四招之内 那么我应该怎么优化和精简我的代码呢 当然优化和精简代码是必须的 但是这些都是需要你写大量的代码 然后思考之后才会有的行为 量到了才能引起质变 不是量变就能引起质变不是 得是量到了足够多才能引起你的质变 那么我们今天讲的是另外一种方法 叫分包加载 当我们的游戏玩法越来越丰富的时候 我们的代码很自然就增多了 我们要传的代码大小又有限制 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把游戏的内容 按照一定的规则拆分成若干个包 那么在第一次启动的时候 先下载必要的包 那么这个必要的包就叫做主包 而后呢我们可以在主包里头 触发对其他分包的下载 这样呢我们就做到了 把第一次启动的这个下载耗时 就是使用的时间 那么分到了游戏的运行当中 这样做就有效的降低了 首次启动的消耗时间 因为我们开发小游戏的时候 大部分是使用Cocos Creator 那么Creator的配置方法呢 好我先打开Creator 因为Creator的分包是以文件夹作为单位来进行配置的 那么当我们选中一个文件夹的时候 在属性检查器里面就会出现这个文件夹的相关配置选项 那么勾选了这个配置为子包这个勾以后 然后点击右上方的这个应用 这个文件夹里面所有的资源 包括代码啊 还有其他的资源就会被当作是子包的内容 那么子包名也会在加载这个子包的时候 作为加载的名字传入 当然默认 如果你不填的话 默认还是这个文件夹的名字 Tester 这里面需要注意一点的就是 当这个文件夹配置为子包的时候 只有一些原生的资源 比如说图片啊 比如说音频啊 最后会被放在子包当中 像一些预置体啊 什么动画剪辑啊 等等等 这种接送类型的资源 还是会放在主包当中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配置方法 当我们需要加载这个子包的时候呢 也就是在主包里我们需要加载子包 那么我们就需要拿一段代码去加载 好我们写一下这段代码 先把这关掉 然后 烧灯启动有点慢 好我们来写一个函数 比如叫加载 Package Package 不是Page 好 那么 这个怎么写呢 首先我们用cc.loader.load.loadsub.package 好 用这样一个 因为引擎提供给我们一个统一的API 用来加载子包文件里边的一个资源 所以我们是使用这样的一个语句 那么这里边我们需要传入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是我们包的名字 当然这个名字你们随便添 比如说我现在说πk之name 然后第二个呢其实是一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呢我们需要这么写 因为这个函数是一个回调函数 也就是当子包加载完成的时候 它会触发这个回调 如果加载失败的话 它就会返回一个错误信息 所以这里边我们是 如果有 那么就会retend一个 当然我们可以用console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直接打印 比如我们说load package successfully 嗯OK 那么就是这样一段函数 如果加载成功的话呢 子包里边的脚本就会被执行 然后子包的这个资源加载路径呢 也会被添加到引擎里头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和 就是访问主包一样的方式 来访问子包里边的所有资源 完全不用关心 这个资源到底是在主包里头 还是在子包里头 好这写错了啊 应该是error 而在我们的微信小游戏的平台的 这个构建当中啊 子包的配置呢 也会按照规则 自动生成到我们那个微信小游戏 发布的那个包的 总之一个文件吧 叫game.json 大概是 在这里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 我放大一点 在这里 当然我们那个微信的小程序 需要特定的版本啊 才能够支持这个分包功能 我之前查询了一下 说微信的6.6.7的客户端 然后2.1.0 及以上的基础库开始支持 如果已经更新了的那个 开发者工具以后啊 记得要修改开发者工具里边 那个详情 项目设置 就在这里 详情 项目设置 然后调试基础库 在2.1.0以上 我这里是2.6.4 那么这样做以后呢 我们现在的这个微信小游戏的限制呢 就是所有分包大小不超过8兆 而单个分包和主包的大小不能超过4兆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另外的一个分包加载的方式啊 它跟我们这个官方给的这个分包加载的流程不太一样 这个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个 当我们的这个IS文件 比如说我们现在新建一个IS文件夹 送资源 对吧 当这里边的资源或者说素材 或者是什么东西过大的时候 我们经常用的一种方法 来我们点击项目 然后点击构件发布 好 构件发布这里头有一个远程服务器地址 这个是我们在构件的时候 就可以把我们的IS文件夹放到远程服务器上 然后在我们执行的时候 它会从我们服务器上去下载 所以这种方法呢 我们先做一下吧 需要先构建一个URL 比如说我的网站 https 然后mysite.com 然后后边跟一个IS 我们需要在这儿先填一个远程服务器的地址 然后后面加一个IS 就是说你准备把你的IS文件夹放在哪 然后点击构件 然后构件完了以后 你就可以把你的IS这个文件夹 放到你的远程服务器上 然后在本地删掉 然后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是相对来说比较 简单的一种方法 好 那么这里当然我们的APP ID 什么的也是需要添的 OK 这就是我们提供的两种 其实第一种叫分包加载 第二种呢 我不确定它应该叫什么名字 但是它做的这些操作也是分包加载的一个操作